百货公司的闲置空间 业者脑筋动得快 办特卖会 办展览也能够创造商机 扑扑妈妈跳月饼 趁着特卖会抢便宜 这地点是在新一区百货的地下广场 但你也可以说它是另类的捷运地下街 捷运出来 左边就是连接百货公司的小空地 不到50坪举办特卖会 但是因为人潮关系也成了百货公司 经济效应最高的地方 地理位置有够好 这么多人潮都是从左边的捷运出口而来 每天有三万人次经过 百货业者干脆把这空间改造成特卖会 成了全公司经济贫效最高的区块 因为光是这小小50坪空间 去年就办了30场的活动 业绩高达1亿元 今年更开放旁边的100坪空间加入战局 打出女性服饰大拍卖 业绩多了三成 把闲置空间多重利用抢人潮的 还有战前百货 还有百货公司把40平的空间改造成艺术长廊 预估能够吸引两成的民众观赏 40平的空间就在百货的12楼 旁边还有餐厅 不少民众逛累了 就到这里休息监看艺术展览 想说就是进来来看展览了 那我们就是想说就是到楼下逛一逛 我觉得商业空间多了很多气质 原本百货里的闲置空间改造过后